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科技简报中 我是您的简报师何志忠 2023年11月中 科技业界还是很热闹 这礼拜可以说是半导体重量级CEO 热烈访台的一周 Intel CEO基辛格又来台湾了 他这次先对媒体自爆了三大错误 也在台湾抛出了一大科技趋势 Intel犯了哪些错 看到什么趋势 基辛格前脚刚走 今年科技业界最火红的一兆男黄仁勋 后脚再度来到台湾 这次老黄替谁站台 谁才是真正的科技教父 AI不只要高效运算 更要搭配关键的高频宽记忆体 美光的CEO梅罗特拉亲自来访台湾 替台中新厂主持开幕典礼 美光的战略是什么 科技简报中为您点出关键的一周大事 替您整理科技业界不可遗漏的产业讯息 好 我们先来看到Intel的CEO基辛格又来台湾了 这次他先是对印度媒体直言 过去Intel确实犯了三大错误 外界也解读成 这三大错误使得Intel迎来失落的十多年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背景 2009年 基辛格从Intel离开 直到2021年才回来担任CEO 那他说第一大错误是这个智慧手机相关事业的失败 其实在这个基辛格不在位的期间 Intel曾经拒绝过苹果贾博斯 那合作的提议竟然就是智慧手机晶片设计与制造的订单 Intel后来选择打造自己设计的手机晶片 然而并没有得到市场的青睐 最终Intel的智慧手机相关事业发展在2016年狼狈收场 这个决策使得Intel完全错失了智慧手机的黄金年代 第二大错误 Intel曾经有一款早期型的AI GPU架构产品 最后取消了推出计划 基辛格直言不讳 在他不在的Intel 2010年取消的GPU计划当中 不只是消费型的产品 也包括高效运算的产品 这整个计划都被砍掉了 Intel也完全没有办法推出一款通用型的GPU晶片 这个决策衍生至今也导致AI GPU的话语权 现在几乎完全掌握在黄仁勋的NVIDIA手中 第三个错误 Intel太晚才把重心放在打造伟大的晶圆代工事业这件事情上面 基辛格非常诚实地指出 Intel过去几乎不把客户当作中心 而认为自己是科技的领先者 说穿了态度就是过于的傲慢 也对客户非常的严苛 我们来对比 金元代工的老大哥台积电完全是以客户为尊 台积的总裁魏哲嘉就曾经说过 客户的成功才是台积电的成功 所以基辛格就对媒体表示 现在就是要利拼准时交货纪律文化 不过这件事情对于台积电来说 可能已经是多年来的铁律 尽管如此 台湾的PC供应链还是Intel很好的合作伙伴 基辛格这次来台湾 与双A品牌宏基华硕一起站台 在台湾他畅谈了AIPC的趋势 我们看到NVIDIA在今年上半抛出了买越多 省越多的AIGPU话题 让全球科技业轰动 不过这是在云端AI的领域 接下来AI会慢慢蔓延到各种边缘端的装置 PC当然也是其中一块 基辛格就说AIPC未来两年的出货规模 渴望达到一亿台 他强调Intel的AIPC的蓝图与产品实力是最强的 目前就是AIPC的重要时刻 也是PC产业的转捩点 他也直接说明台湾的鸿基华硕都是客户 现在进入了AI时代 未来AI更将无所不在 好的基金格前脚刚走 后脚就被今年最火红的科技巨星抢尽风采 是的 AI一兆男NVIDIACEO黄仁勋又来台湾了 这次老黄惊喜现身来跟科技业教父致敬 他就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周萌先生 张周萌货班第一届李国鼎奖 颁奖电影上面出乎各界意料之外 黄仁勋作为神秘嘉宾现身致辞 他这样说 没有台积电就不会有NVIDIA 老黄回忆当初第一次与张周萌见面的时候 非常的紧张 当年他也只有30岁出头 那NVIDIA其实是建构在台积电的基础上面 发明了GPU GPU正在改变电脑运算的模式 AI革命比PC手机网路更大 那跟张周萌一起合作呢 就跟交响曲一样 那如果没有台积电 今天整个世界的科技产业都不可能实现 张周萌是台湾科技教父 而谁又是张周萌先生 释出敬意的先驱呢 就是前总统府执政李国鼎先生 李国鼎承任经济部长 财政部长 政务委员以及总统府执政 那他任内推动了一些措施 包括这个加工出口区的成立 修订奖励投资桥利 那成立了工研院 竹科 资设会等等 奠定台湾科技产业的基础 台积电创办人张周萌更说 没有李国鼎就没有台积电 张周萌当初从TI 德州仪器到台湾担任工研院院长 而后创立台积 背后就是李国鼎的支持 张周萌分享 他与李国鼎之间 其实有三幕故事 那他说其实第三幕 就是台积的设立 其实各界算是相当的熟悉 但是第一第二幕 恐怕就没有什么人知道 第一幕在1976到1980年 在TI任职的张周萌 受邀来台演讲 李国鼎当时任这个政委一职 是台下的听众之一 那听完演讲之后 马上过来握手约吃饭 当时李国鼎想要借此 认识TI的董事长 也跟德宜建立关系 随后也多次参访 那第二幕是在1980年到1982年之间 李国鼎开始尝试 力邀张周萌来台 不过最终是失败收场 当时行政院长孙运玄 也加入研览张周萌的行列 但初期也是未果 主要是张周萌手上高达200万到300万美元的股票 尚未兑现 那德一也不让张周萌留职停薪 而且保留这个兑现的权利 所以当时呢 李国鼎对于张周萌回绝这个offer呢 也感到有点愤怒 1982到1985年间 张周萌与李国鼎之间的联系是中断的 直到1985年 工研院院长许贤修 再次向张周萌递出橄榄枝 当时张周萌在德一的股票 已经确定拿到 便答应了邀请 那张周萌的第一个职位是工研院的院长 但其实背后更大的任务 就在他就任三周之后 李国鼎告诉张周萌 要成立一个半导体公司 那第三目就是台积电的成立 那张周萌说 商业模式建立台积电 主要都是他自己的主意 但是推动说服政府 投资48% 则都是李国鼎所推动 那张周萌说 其实这个李国鼎当时有不少的政敌 有不少人反对他 但是从1985年到台积成立 确实就是 没有李国鼎的推动 就没有台积电 那周萌模说 以无比荣幸及谦卑的态度 接受这第一届的李国鼎奖 如果想了解 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历程 可以点选右上角的资讯卡 参考Digitime制作的 细导春秋纪录片 我们邀请了史新泰 薛明志 施政荣等产业前辈 一起探寻台湾半导体产业 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好 回到这边 这场颁奖典礼 可以说是科技业大佬云集的一个典礼 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 市长刘德英 总裁魏泽嘉 当然典礼结束之后 美丽无放的老黄黄仁勋 也再度造访他最爱的台湾夜市 搭带美食小吃 回顾历史再看看现在 在晶圆代工称霸的台积电 已经是逻辑晶片生产链当中 最有影响力的龙头之一 不过我们看到 AI时代 高效逻辑运算晶片 与高频欢记忆体的意志整合 才是关键 随着AI浪潮 高频欢记忆体 就是HBM 在AI时代扮演重要的角色 记忆体的龙头美光宣布台中市场 正式落成启用 整合先进风策的技术 以量产HBM31 这个是最新规格的高频欢记忆体 以满足新的需求 美光的总裁暨执行长 美罗特拉是这样讲 他其实近日是前访中国 去拜会他们的商务部 随即就来到了台湾 亲自来主持这个新厂的开幕典礼 他说 这个在地营运的投资 在未来的十年当中 至少会创造数百个新的工作机会 周边的生态系 还会再创造上千个工作需求 那台湾美光的董事长 卢东辉也强调 美光在台湾其实累积 投资规模已经达到了300亿美元 现在是台湾最大的外商投资者 跟雇主之一 虽然美光在HBM的脚步 并不是最快的 但是后续 美光将结合美国 印度 日本 台湾等跨国团队 并启用了台中市场之后 整合先进风策的技术 导入HBM31的量产 长期来看 台湾可以成为唯一 可以进行HBM垂直整合的生产基地 随着AI的狂热 预期整体的HBM市场 仍将供不应求 美光日前宣布 在中国和印度 扩大后段的产能 之后 美罗特拉也强调 台中市场的落成 将进一步强化美光 在全球封测的布局 包括台湾 中国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尽管美光投入HBM的脚步 比同业稍晚 但HBM31 诉求 平宽 容量 以及效能 美光预计 2024年的第一季 就会量产 这个新的HBM 由美国总部设计研发 搭配印度支援 前段由广岛研发 台湾作为先进封装的重镇 未来也会加入量产的行列 以上就是这周科技简报中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科技简报中 会在每周五晚间8点 在Digitime YouTube频道 独家播出 欢迎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就能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更新通知 科技简报中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